曲名單 故事就是關於我創了一個收集 我遇到一顆寶石 這粒寶石帶給我很多新的靈感 令我想起之前讀PolyU 讀時裝設計時的情景 你看到我在一個板房裡 不斷地埋手苦幹地畫畫 突然想起 我拿著一支水彩筆 在畫圖書上畫 那個回憶會回來 因為我本身從小到大都很喜歡看 有些科幻、魔術、古靈精怪 Harry Potter、Lord of the Rings 有關於魔法的東西 那些靈感就是在我看這麼多電影中 集合拍照和拍片是很大分別 拍照會很直接地讓人一看到 那個影像就會感覺到這件事 影片來說是要用很多不同的影片 那些靈感才能有那種感覺 女主角是很重要的 在整個時尚電影來說 我們想給觀眾的感覺是很特別的 它有一種氣質在裡面 你會看到 很幸運我們Cast第二次的時候 就遇到她了 但其實有Cast的時候 我已經很喜歡那個女主角 幸運地她也沒有令我們失望 她的表現非常好 無論是動作或是臉部表情 我們一開始有五個拍檔 其實我們不是一開始就部署 成為一間廣告製作公司 其實一開始我們是想拍攝自己喜歡的題材 一些可能我們社會上遇到的難處 所以我們就選擇了一些網絡的潮文 發映一些可能是買樓上車 給女朋友飛的題目 而且有些影片推出 遠超我們想像是達獲好評 有很多公司或品牌都找我們去合作 幫我們想一些方法 我們去到那個時候 我們先正式有這個構思 我們就開一間公共公司 就專門做一些影像上的創作 其實在未畢業的時候 都曾經幫過一些時尚的同學 做過一些類似的東西 當然那個規模 或者認真程度 絕對沒有現在這條TDC的時尚的時尚 規模那麼大 以及那麼認真 難忘的地方就是我們在拍攝前 我們就看天氣 發覺雷寶 立即又要開會 聊一下有沒有Plan B、Plan C 幸好我們當日都順利進行到拍攝 平時我們的作品 比較多一些故事性 這次就比較是抽象一些意念上 靠畫面去講故事多一點 為了提升影像的張力 我們就將它一些模特兒的動作 全部都用Slow Motion capture 令到出來的影像都非常之有張力 或者是一個有Feel 有感覺 當我知道這次的Fashion Film 意念是集中在推廣香港本土設計師的時候 我們在燈光影像上面 都用了很多香港本土的元素 例如一些很著名的藝紅燈顏色的光線 這次特別的場景 我們譬如選擇了雲吞麵 裡面其實有很多香港不同年代的Pops 在裡面 我們就用了一些藝紅 像神台燈或藝紅燈 做出一個氣氛 希望讓觀眾有一個老香港的感覺 始終這是一個香港特色